其實這樣的景色偏偏我們又常常看不到 因為你在畫街景的時候會常看到 所以通常例如說我們會先把整個大的構圖先做出來 例如說 例如說我們會先取大的結構 例如說像這幾條線 有沒有 你會看到這裡有一條透視線 有 這裡有一條透視線 那這兩條透視線呢 過去我們就可以找到我們的水平線 水平線的位置 那大概在這個位置上面 所以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的比例大概是怎樣 可是呢 這是可以被改變 例如說你可以畫低一點可以畫高一點都可以 但你整個隨著變 那這裡一條線 好那現在你會看到這條線 有沒有 這條比較大的透視線 當然這個房子有點轉折 它不是完全是同一條斜 同一條斜度的上面 它可能會這樣轉 轉 轉 所以房子是這樣轉 慢慢的轉到裡面去 意思就是說 它房子的結構是什麼樣子呢 例如說 這是我們的什麼 四平線的位置 那大概效勢點在這邊 好那這條 這裡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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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高度 好這邊的房子呢 這邊過來 下來 但是我講話放著會這樣 這邊轉 轉 轉 轉進去裡面嘛 因為路是這樣轉進去對不對 那我們這邊 這裡 那這邊的透視點 一樣交接在這邊 這條線上面 這邊 透視點就在這裡 下來 這邊是這樣下來 過來 這邊再過來 轉 看它的轉折度是怎麼樣 轉折轉折過來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分這裡 拉過來 這一棟 你看你這樣畫幾棟下來有沒有 它的整個的透視的感覺就先出來 這是我們第一步 那接下來我只要分 高矮 分高矮 分高矮 不同 有的高高低低 高低低可能會不一樣 好那這邊 不會是這樣嗎 斜度 這樣過來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 像這一棟來講的話 就會有這一面 那這一面就是這樣子 畫過來一棟一棟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一棟 畫過來 這邊 這邊是這條透視線上來 但是這邊變成是平的 變平的 但是它不是平的 它會微微的往上一點點 微微的往上 那這邊 照理說應該是這樣 可是它上面是這樣 有一個屋頂 下來 這邊過來 然後這邊是另外一棟 這一棟 這一棟 這一棟過來 然後這邊往下 這樣 所以這邊是亮面 這邊是暗面 這邊是暗面 因為它是同一面 對不對 那這邊是亮面 轉過來 這個也是暗面 轉過來之後 這一棟 轉彎 就這裡 這邊 是亮面 跟這邊是一樣的狀況 這也是亮面 對不對 轉過來這邊 變成是什麼 暗面 又多一棟 這是暗面 然後再轉過來 這邊又是亮面 它這邊會有影子過來 那換句話說 光就是從這邊過來 對不對 光就是從這邊過來 所以這邊是亮面 所以這裡 全部是亮面 這邊全部是亮面 那其實這邊 應該是 應該會有點 暗面 可是因為光線的 它的那個 防止走向的關係 所以這邊會變成是 也是亮面的一個部分 但是這邊是最 應該是這面是最亮的 這面 光線 它的影子有一點 往後面這樣寫 代表光線 有一點點 是這邊 左邊再往前一點點的位置 所以這兩個 會變成都是亮面 那這邊是背光面 所以我們畫出來 影子 光影就會變成這個狀況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把車子的位置呢 再勾上去 大致上位置 我們把大的範圍勾好之後 小的東西就很好畫 那再來 這個電線杆 出來 那電線杆 其實這張圖很尷尬 如果你造實的話 電線杆可能 會變成在正中間 那我自己也畫的還蠻中間的 但是我有一點點靠向左邊 然後把電線杆畫的有點斜度 不是完全是直的 這樣看起來比較不會太過於僵硬 可是電線杆斜斜的好像快倒下來 那沒有關係 反正構圖的效果就這樣做出來 但是構圖起來就會變成這樣子的狀況 那注意話就是說 這邊和這邊的寬度 不要一樣 可能是 左邊寬 右邊稍微窄一點點 大致上 構圖的方式是像這樣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好 宇珍說沒有問題 太好了 還是講得很清楚 呵呵呵 好 那我們就開始了齁 好 今天 其實有點複雜對不對 嗯 好細碎 很細碎喔 那我們簡單一點畫 我們就快裝快裝畫一畫那個光影的感覺 大家練習一下大的快裝的效果 去呈現一張畫 好不好 這樣比較簡單一點點 像快裝的話 會比較適合用排比 對 會比較適合用排比的方式來做 就是簡單一點做齁 讓大家 畫一下那個 快快裝快裝的感覺 就好了齁 等一下齁 好 一樣齁 我會輕輕的齁 有些地方 例如說 這裡是比較淡的 淡的地方齁 那我就輕輕刷一點點水 齁 那其他顏色其實都刷 輕輕的刷進來沒有關係齁 這邊也是一樣 我電線乾 也稍微輕輕的刷一下 好 那我現在 齁 黃者色齁 進來 做一點光的感覺 做一點光的效果齁 有些地方留白 好 那這個腳 欸 扛棒的地方齁 我也輕輕做一下 那有些地方齁 你可以留一些白色下來齁 顏色再略微稍微再加重一點點 齁 然後這個車子 留下來齁 好 好 靈層 靈層 靈層的色彩齁 稍微 你不要畫得太過於均勻喔 這樣色彩變化度會太小 這樣刷一下刷一下 この效果齁 那接下來我再下 再更重一點點 彩度再偏高 這樣刷下來 我下面帶一點點綠 一點點綠下來 這樣做 這邊顏色稍微重一點 膠折色 膠折 就這一面 比較大面亮面的地方 我先下這個顏色 刷下來 刷完之後呢 我直接刷氫綠 去樹立這個顏色 顏色不要太 直接刷上去 不要重複刷 你就刷上去 這樣就會帶有一點點綠色的效果出來 不要重複刷 在這邊 再往上刷 我顏色略微再重一點點 刷上去就好了 這樣子 讓它顏色上面 會有一些變化度出來 那下面這裡的顏色 是屬於比較重的 等一下我們一起做好了 因為這樣子 它的那個牆面 銳利感會不太夠 所以等一下再來做 這邊有一台摩托車 這邊 這邊 那個 這個要怎麼說 上面的那個 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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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屋頂 圖文不知道怎麼說 所以你一把抓這麼多 筆 你怎麼知道哪個顏色 已經穿過什麼顏色 通常會洗乾淨 通常放回來會洗乾淨 對 因為它不是像油畫這樣子 就是顏色就固定 它比較好洗 所以你不用 盡量洗乾淨 都拿回來 不然 會忘記 這個一定會忘記 沒那麼厲害 但是油畫拿了 就不要忘記 老師這個重點 已經在哪一個地方 就中間在一個光影面而已 好 這個 這邊 好 銀子 銀子 我先做一點點 下來 銀子的部分 這裡 接下來 再來 好 這樣子 去做出光影的效果 我這邊還是有點濕 這支 用衛生紙吸乾淨 我們來個計畫 謝謝 這支是秀美提供的 乾溫 稍微吸一下 其實 可以用吹風機吹啦 比較快 不然 要等乾 速度有點慢 好 我用這一支 如果可以的話 你在家裡 就等乾了再畫 再畫這一層 這樣比較不會 對 才不會全部顏色混在一起 因為 你現在刷黃色 你混下去 它會變綠色 這邊我畫下來 因為它是暗面 天空的感覺 孤藍 就讓它暈開 其實這邊都可以戴下來 這邊 紫色刷進來 直接刷進來 帶一點點 交折色 對 這一面暗面的地方 你直接用這個畫 那接下來我會用 圓筆來做這些 光銀的地方 那顏色 用濃一點點 這樣等下畫起來 才不會 暈得太開 這一個窗戶 下來 下來 紅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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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折色 去做出 這種大片光銀的效果 接下來這整個暗面的地方 我用帶紙的顏色 這個暗面的效果 做這個整片暗面的感覺 這個整片做下來 來 就是用牌筆去刷 然後亮開面這邊 整個不管它 好 問題來了 喔這個摩托車有點麻煩 真的是 早知道不要畫 老師我們畫的時候 可以把這一台 欸不行 這一台 欸這一台喔 不是 旁邊這一台 這一台 喔這台不要畫是不是 不是啦 你說旁邊這一台喔 你是說的是這一台吧 屋子下面那一台 喔喔喔喔 你說不要畫是不是 對啊那個 無奇嗎 還有看不起來 可是畫起來好像會比較好看 那有什麼 對 沒關係啦就是 那是 意思意思 意思畫一下 意思畫一下 如果有時間可以慢慢畫 會很好看 變化度會很多 裡面要多做一點變化 好 我只是問一下 沒關係 有什麼就問 光銀的部分 我先做一些 這邊銀子 這個人 騎摩托車 好 這邊有一些 樹影齁 你就大致上 隨意畫一下齁 然後等一下我們可以用水噴一點點 它就會有點暈開 這樣子噴一點點水 去製造一點效果出來 類似像這樣 好 繼續來齁 再擦乾一點 好 這個麵齁 盡量讓它 略為強 強烈一點點 好 我就說 如果你在家裡 你就是等乾了再換 你就不會有這個問題點了 好 這個麵 加強 做一點點小小的細節 好 好 略為再拉乾一些些 齁 我覺得不夠高 所以我再把它拉高一點點 修一下 修一下 邊緣的地方 把它拉出來 這邊是光影處 邊緣的地方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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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便秘怎麼也沒去 躲在這裡 找到你了 再一點普遍四藍進來齁 做一點光影色彩的變化度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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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算太亮了 這個 這個 因為是在暗面齁 這樣顏色的臉太亮了 所以我們把它畫掉 不要了齁 刷上去就好 你再刷的時候不要這樣 一直刷 你會把顏色整個刷起來 其實你刷一筆進去 它變化就會很漂亮 乾淨俐落 這樣子做 做出這樣子的感覺出來 那個 慢慢去做到這樣子 好不好 就是你不要怕 因為你越怕 你畫筆子會越多 你就試試看 這樣隨便拖就好了 你如果要求很精準 當然你可以慢慢拖 但是你不要一直回比 它至上的練習點是這樣 你會起毛球 起毛球 我曾經有畫過 你刷太大力了啦 起毛球 起毛球 不要一直刷 其實你只要不要一直刷 它其實就比較不會起毛球 好 那我們現在畫 再畫後面暗面的地方 紫色進來 加一點膠折色 然後稀釋 稍微淡一點點 整個暗面這個地方 我畫淡一點點 光影度出來 然後這個人 騎摩托車把它留下來 然後 貨車的亮面留下來 這樣子 流出這樣 然後這邊 光影面 招牌 我剛剛疊了 藍色了 現在再加其他顏色進來 按面 這也是一個按面 然後這邊有一條 好 騎摩托車 好 衣服留下來對不對 然後摩托車 畫按掉 留下你的車牌 留下你的車牌 然後摩托車的影子 拉過來 拉過來 好 車子的按面 一起做 你看喔 一起做你速度就會快很多 好 車子這個留下來 那這邊的按面比較少 我們先 我們先做這一邊的 我們一起先把這邊的做完 好 這邊的整個按面的地方 我現在這個是後面那間的那個 那間 對 對對對 它有那個 一個什麼東西啊 就是 反正也是一個 就跟這個很像 對 無顏 對 對 無顏 它其實都另外加出來的 對 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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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感覺 光影 對 這邊 車尾 一台車 車子的尾巴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沒有很多東西 蛤 對啊 我怎麼這麼多東西啊 對啊 這一張不好畫 欸 簡單畫就好 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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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光影的節奏感做出來就好了 就好了 這個 紅色的 廣告 到下面了之後啊 顏色上面 把它跟後面的顏色融在一起 留下一點亮的 好 這樣子 把它做出來 好 這樣子 完了之後 我們要點一些 顏色進去 啊 不然顏色會有點 太過於單調 齁 點一些其他的顏色上去 讓它的變化 稍微多一點點 好 然後這邊 這邊 這個電線桿的按面 這個部分 電線桿影子 電線桿的影子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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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腦壞掉了 想不起來是什麼東西 按鈴鐺 按鈴鐺 電線 先畫第一層 把電線做出來 然後我可以再加 我現在先把 光源度加強 這裡 這樣子的感覺 這邊 我開始做 在多做裡面亂做一下裡面的層次感 這裡面 再做深一點 靠近下面 做 做重一點 靠近下面這邊做重一點 好 車子的藍 孤藍 刷進來 因為下面還沒有完全乾 所以它會暈開 所以你不用擔心 就讓它暈開 好 車子的 細節 OK 這是小貨車的部分 然後摩托車 點一下 重點的地方 人的部分 人的部分 人直接不要留白 對 對 但是人生不要留白 哈哈哈哈 老師好有膽 老師好有膽 不好意思喔 對啦 按鈺感 很有哲理 稍微搶死 就是大致上 就是把光影光影的這個感覺做出來齁 只是說 你不用畫得很細 但是我希望 大家去建立起這個光影光影的感覺先做出來 因為這樣感覺就會有點氣氛出來了齁 其實光影也蠻多的 對啦 其實蠻多的 但是你抓住幾個重點來處理它就好了齁 另外這邊 交整色 好 屋頂的地方 這邊齁 你看我就把它留下來 原本的那個 白的地方齁 我就留下來 然後這邊 窗 欸 凹進去的地方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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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一個一個 跑出來 而且越刷到後面會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越來越淡 就這樣 就這樣去做出 它的整個的層次感 好 到這邊齁 為了要讓這邊 稍微 突出來 靠近車子這個地方齁 往下面齁 稍微重一些些 但是 這邊也是稍微淡一點點齁 這樣子 然後往這邊 再來 沒有這樣很快就 整個感覺處理就出來了 好 然後這個 影子 拉一點出來 這邊齁 磚頭 的顏色 我們用一點點 乾筆來做 磚頭的感覺 可以磚頭的感覺 好 這個小支布 好 珠虹 用點的 稍微點一下齁 你不用點的秘密麻麻 大概 做一點效果就好 好 那麼剛才畫的這個 它這樣會 是不夠的齁 就是說 越到前面齁 要稍微重一點點齁 再把它畫重一些齁 太重了齁 做出這樣的感覺出來 好 到這一步齁 就是說 大家可以 整塊面整塊面去處理它 不要畫得太瑣碎齁 例如說這樣子 你可能就要用一點清水 接一下下面的顏色出來 就不要 就是整個畫得太濃 就是因為很怕大家把它畫太濃 所以記得 你可以用一點清水 這樣暈出來齁 這樣暈出來齁 它就會有銳利 有模糊的地方 那整體上面的變化齁 的層次感 會比較豐富 我們要寫一下小池布 我們要寫一下小池布 它有一邊齁 有一邊稍微是亮的齁 就是說 光 對 這裡齁 留一道光 立體嘛齁 你要讓它 留一下 然後下面這邊 按一點 帶一點黃 這個不能整個都把它留吧 欸 留白會太亮 因為它只有邊邊一道 稍微 亮一點的厚度在 這樣子做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 做那個 呃 再寫字齁 等它略微幹一點點 那我畫到這邊完之後 就 大致上我的 整個佈局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就可以 開始做一些 我自己想要做的細節齁 例如說 欸 因為有些地方沒有乾 我先稍等一下齁 那我把這台車子齁 立微再做細緻一點點 但是不要畫太多啦齁 就 看你的時間跟狀況齁 例如說 我如果 有一點時間 我就會把它修更細 例如說 車頭這邊 怎麼樣再去分層次齁 分出來 然後這邊 車頭下面這個地方齁 不要太重齁 好 裡面的一些小細節這個部分 好 然後這條路 它有一半停在那個 裡面齁 這樣子做 好 那我把這邊齁 再做強烈一點點 欸 這邊它沒有完全乾齁 好 電線 雲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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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線鉛一點點就很像 那現在我這邊 這邊 我現在把它做強烈一點點 這邊運出來 那這個邊緣就會更銳利 光影的地方 越來越清楚 這樣細節度就會越來越高 我只要畫我覺得 要加重的地方就好 其他我就輕輕帶一點水 暈到下面來 不夠的地方 繼續處理它 現在 我用大一點的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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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重了 就再擦一下 有時候畫起來會太重 暈上去跟剛才的那個 我們暈染的那個 我們暈染的那個影子 顏色一樣 所以這邊 用一點點清水 暈上來 在畫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要加點清水 有時候不用 就看你要不要讓它 要不要讓它覺得是銳利的感覺 或者是 要讓它整個的 就是感覺是比較 沒有那麼強烈 這樣子 慢慢的整個的變化度 一層一層就會跑出來 然後這邊 後面 這裡 要稍微 再做 這是那個 磚頭 的部分 畫淡一點點 這磚頭部分 然後靠 這邊 不要加 這邊再加 稍微紅一點點 帶一點珠紅 這邊也一樣 帶一點珠紅 加點清水 暈開 這樣子 這樣整體的 變化度 就會跑出來了 然後 這個人 好 原油的那個 顏色 有一些 坐下來 車燈一樣 讓車燈留下來 約靠前面的地方 略微再深一些 有點 車燈 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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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可以 我都拆了整個的效果跟感覺 有些亮面 等一下我們來補 差一點不透明 稍微做一趟摩托車這邊的效果跟感覺 然後接下來裏面 如果還有時間可以畫 我就會在裏面再多做一些小小的層次出來 例如說這裏面整個會比較沒有變化 雖然它只是色彩有變化而已 開始在裏面要多做一些些整個層次的感覺出來 這樣子的效果 老師請問一下 這邊是要乾一點再層次 對對乾一點再做層次 因為你就薄薄的畫就好 不要畫太深 因為它下面已經有顏色了 你只要輕輕的上去之後 它就會透出下面的顏色 這樣變化度會比較漂亮 你不要很重的顏色下去 不用到那麼深 就輕輕做就好 因為它下面有一層顏色 你只會畫一下它就會更深 這個摩托車 這樣清水做出來 一樣就是看你的時間 要不要做到這麼多 你不一定要做細 但是你可以稍微暗示一下 那個效果跟感覺 那其他部分就是 一樣就這樣走 越做越多 越做越多 整個的細緻度拉高 好斜 好斜下來 好 這邊上面畫深一點 好 把它跟這個 布條縫在一起 呦 有字 對啊 上面是寫什麼 封條與順 對 咱們百祝真好 好 即使 會出現那種叉叉叉叉在上面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 一定要咳到那個意思 我以為你要罵什麼 叉叉叉叉 把老師嚇一跳 對我嚇一跳 除了 除了你也聽錯 對我 我也聽錯 一個聽錯 你說打叉叉喔 有點叉叉 對你可以點點 不然你就隨便一 spelled 嘛 例如說 這樣子有沒有 感覺很像 可是就不知是什麼字 對啊 可以可以 你姓什麼你就寫什麼 沒有我不是姓 所以你寫天國禁了也可以 可以啊 你信什麼就寫什麼 這樣子 大概做一下啦 就是說你可以 越做越多 越做越多 越做會寫 像這個 小吃店也是 比如說小吃店這個啊 這個一定要寫 它不是焦點 但是你不寫也可以 你如果寫的話 就不要太重就好了 那個字不能寫太重 蛤 字不能太醜 不會啦 怎麼會太醜 但是這種面 有的時候都不是正面 它那個字機寫起來 不是都要有一個立體的斜面 斜面 會 好險嗎 斜面喔 看你要不要那麼講究 對啊 就看你要不要那麼講究 當然是可以做得好一點 當然是 這個淡一點寫就好 好 像這個有沒有 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寫上去啊 你就不用簽名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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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知悟性的那個嗎 哈哈哈哈 這是 對啊 對啊 你就 現在不是 都會這樣 就是你的名字寫啊 下面寫年代 2018 這樣就是你畫的嘛 你就不要再簽名了 你就告訴人家說你的簽名隱藏在畫裡面 像它這個顏色很重 你不要畫到這麼重 你可以輕輕寫就好 因為它不是重點啊 但是它其實是可以增加畫面裡面的豐富度 太重的字會跳出來 對對對 我的建議是這樣 是你可以寫 但是你不要寫太重 然後其他地方 你就開始 繼續慢慢畫啊 再做更多一點點 讓整個畫面 像這邊有一棵樹 不是 就反正一個盆栽 你就可以點 點一下 做越多的那個感覺出來 慢慢的 它整張畫就會越來越細緻 但是 如果是大致上畫 畫起來的感覺 就是類似像這樣 就是 很快的把整個光影的布局先做好 那接下來就是 細節度就看自己 你可以畫多細 你就做多細 這樣子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